各位好 歡迎收看全球新聞 5月3號 俄羅斯警方根據一項有爭議的法律 突襲了法輪功學員的住所 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對此表達強烈譴責 警告俄羅斯必須停止這一行動 確保所有人的宗教和信仰自由 美國白宮也對此作出了回應 俄羅斯警方發布的視頻顯示 警察強行踹開一扇公寓門 將一名年輕男子摁倒在地 並將一條腿跪在該男子的背上 另一段畫面顯示 警察闖入室內搜查 並對屋內的人進行盤問 當局沒收了他們的法輪功書籍和簡介等材料 據悉 有4名法輪功學員被拘留和審訊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 在週五向新唐人表示 美國一直在發聲反對 對法輪功等團體的宗教迫害 並將此記錄在國務院的 年度國際宗教自由報告中 我們對此感到擔憂 無論它發生在中國 俄羅斯還是世界其他地方 此次突襲的所謂依據 是俄羅斯一項備受爭議的刑法條文 專門針對開展當局認為 所謂不受歡迎活動的組織和個人 該法於2015年通過 已有100多個組織 記者和人權活動人士受到牽連 針對此次突襲行動 俄羅斯當局和官方媒體進行了大肆宣傳 在描述法輪功時 俄羅斯媒體照搬了 中共對這一和平修煉團體的 極端虛假言論 事實上 法輪功是一種基於真善忍原則的 上層佛家修煉大法 截止1999年中國大陸有近億人修煉 目前法輪功已經洪傳到世界 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深受人們喜愛 然而從99年起中共開始鎮壓法輪功 對法輪功學員的殘酷迫害一直延續至今 中俄於2022年2月份達成無上限的夥伴關係 隨著克里姆林宮對中共日以依賴 俄羅斯當局也加劇了對法輪功的鎮壓 美國國務院在最新的人權報告中指出 俄羅斯濫用反恐和反極端主義法律 以及其他措施針對法輪功團體 而俄羅斯政府沒有任何證據指控法輪功 存在可信的暴力行為或意圖 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強烈譴責俄羅斯 在莫斯科拘留4名法輪功學員的行為 委員會專員蘇西格爾曼表示 俄羅斯必須停止對所有法輪功練習者 和其他被不公正貼上不受歡迎標籤的 宗教團體的起訴 並確保所有人的宗教或信仰自由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陶明 易敬 美國 白宮 紐約 連線報導 MING PAO CANADA Jesis